哈啰 王哥宏玩得瘋 今天帶大家去哪裡玩很瘋呢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個 2022基隆童話藝術節 這基隆是我的富鄉 我小時候出生就在基隆 童話藝術節是基隆每年在 親民連假也就是我們小朋友的春假期間 就會舉辦 這個童話藝術節都在哪裡呢 目前它都在海洋廣場 上一屆也是在海洋廣場 這地方是非常漂亮的 我很建議大家來基隆一定要來到我們海洋廣場 基隆海洋廣場呢 就在基隆港 基隆港的正中間 然後這邊呢你可以看到 基隆港非常美麗的海港景色 然後在海港呢各位聽到 老一 老一在這邊 逆持 一起好好聽到老一 直接跳舞喔 非常非常漂亮 春假期間不知道帶小朋友去哪裡玩 真的很建議來到我們 基隆海洋廣場 來我們的基隆童話藝術節 有非常厲害的國內外的表演團隊 向我們自己的海裝去穿 基隆人非常熱情 你看 這也基隆的朋友 知道我們在這邊演出 還特地奇目的出來探觀 你看 安排一個角色給我演 安排一個角色給我演 有 台一線的東月 那這邊幾個 你們三個 這你們兩個 這你們兩個 經紀人喔 全當經紀人 經紀人是好聽 事實上是司機 不然不容易 基隆童話藝術節 這三天的內容真的非常精彩 每天從下午的一點到五點 滿滿的國內外所有 非常厲害的兒童劇團 唱跳秀 都會在這邊演出喔 那你看到我個人聯繫喔 耶 那很像愛丁堡魔術師 真的是第二天的時候 我曾經在愛丁堡 拿到最佳外國街頭藝人 所以他們都稱我 是愛丁堡魔故事 我也在這邊演出 那在這邊呢 除了有好看的表演之外 再過去一點點 往那邊往走 那邊就是基隆廟口 所以想吃好吃東西 也可以看完表演 就走到廟口去吃 而且這裡火車站非常近 基隆火車站就在這個方向 就在這個方向 基隆火車站 你們看到這裡火車站 從火車站走過來 這邊大概300公尺 所以只要坐火車到基隆 等下車 只走300公尺 就可以到我們的海洋廣場 也就是我們的基隆融化醫學節 那今年如果你來不及 來到這邊玩沒關係 明年春假記得喔 上網看一看 我們的訊息 明年春假海洋廣 基隆童話藝術節 2023 等著您喔 2022基隆童話藝術節 除了推出裝置藝術 4月2日到5日 每天下午1點到晚上7點 還會在海洋廣場 安排童話藝術劇場演出 另外規劃找找小雨滴 山與海的祝福等活動 邀請家長帶小朋友來體驗 好了今天王德宏 Wonderful 王德楓 就介紹到此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 謝謝